我只希望你抱一抱哄一下 并不需要你觉得没讲大道理 对吧 但男人呢就是喜欢 给你分析啊 逻辑啊 给你理清楚啊 然后告诉你 厉害关系啊 这些东西是吧 其实也就变相地说 不可能 你们永远不可能 别做梦了 醒醒吧孩子 该吃早饭了 各有各的难处吧 是吧 难点不同 但是样样都难 人生嘛 不就是这样吗 九九八十年 难难都得过 抱走吧大明星的朋友们 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郑叶诚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走另一个路线 高冷冷酷路线 不憋 是吗 还有这样的要求 羡慕她的魅力 羡慕她的主见 羡慕她的沙发果断 我身上的特点就是 我比她温柔 我比她温柔好多 太酷了 哎真的 哎什么鬼 那就是像有一首歌嘛 那就不要来 会很麻烦吧 这样子 倒也不是你这么理解 天时地利人和嘛 是吧 你害羞 是的 给我们害羞了 你也说 大明星是一个口前挺正极的人吗 那你是怎么喝 其他的人物心里的呢 她是一个特别要面子 特别好强的一个人 明明心里这么想 但是她就不说 她就是要 哎 换一种方式说 男人好像都是这样 哎不是好像 但我也是来这么多 你也是这样子吗 来到你就不说吗 就好比说她那场戏 就是那个 《真语语》 对吧 刘灵其实只是想 让沈宴回答一个爱就好了 但是 沈宴呢 说了一大堆话 就没说这个爱字 大比方就说 生活中女孩子生气了 是吧 她可能只需要你抱一抱 哄一下 并不需要你去跟她讲 大道理 对吧 但是男人呢 就是喜欢 跟你分析啊 逻辑啊 给你捋清楚啊 然后告诉你 厉害关系啊 这些东西是吧 今天你是恋爱专家 我跟你说好有道理啊 是不是啊 你看看 这种恋宗的节目 我就别去了还是 你想看恋宗节目吗 之前看过一个 当时不是正好拍戏 跟那个孙怡在一起拍戏吗 她不参加一个恋宗节目 最好直到这个 昨天再接近的那场 比较后 他们都说 这是你们算是 射牛圣接吻 哈哈哈 别有什么想回应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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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B麦 可以吗 就很多观众都说 给你们的吻去 然后不要不要 你自己看吻去 还有什么感想 我不敢想 这东西 就是 你们就偷着看就好了 这事不意外传 这里头 这有没有什么 排斥到你想特别深刻的 其实我特别喜欢 她那一段 两个人在看烟花的时候吧 吃零食的时候 然后 那个沈宴跟她说 我并不认可 则感情终为了满足对方 便无条件地牺牲自己 所以我不希望你 为了满足我的心意 而背离着自己的心 她那个意思是讲的是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去放弃自我 我希望我们的爱情里面 你拥有自我 是这种感觉的东西 这个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沈思看完这剧以后 我会评价你说你是 又纯又郁 你要怎么回应 纯郁风啊 哎呀 这个 纯就挺好 郁 郁 哎呀 哎咋地 我开始摆烂了 我告诉你 哎呀 我想想问怎么样打 下来沈大人呢 首先第一步 你要穿越 第二步 你要打得过琉璃 那感觉很大 所以就没有第三步了 其实也就变相地说 不可能 你们永远不可能 别做梦了 醒醒吧孩子 该吃早饭了 究竟是作风了 就是猜问这个难 开拔这个难 各有各的难处吧 是吧 难点不同 但是样样都难 人生嘛不就是这样吗 九九八十一难 难难都得过 很多人其实都很期待你跟元明年二吧 那 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你会需要就是信任怎样的人事呢 就是可能 觉得 是个那种 死对头的感觉 也不是说死对头吧 就是可能那种 互相欣赏 但是又不在一个阵营 就是小学生嘛 就是小学生嘛 就是 就是我觉得每个演员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孩子 因为只有你保有这个童真的这一面 然后你相信有信念感 然后才会去演一出好的角色吧 演出好的剧来吧 就好像小朋友他玩过家家 然后才会去演一出好的角色吧 就会很有信念感 啊我是爸爸 你是妈妈 啊那个啊你回来了 我给你做饭什么是吧 演的可太劲了